這超重弱 這只是噱頭而已 它是真的好吃 喝不下去 三個醬全部放在一起 就是神仙族的美味 不用到迪士尼 就可以吃到米奇掛包耶 自己過去可以在後面買不到 因為它是每日限量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航圈的可欣 我們是這裡做Susan 我們又來台中吃美食了 最近有超多熱門的美食 我們這次突然會去吃 韓國非常熱門的米熱狗 是超有特色的旋轉火鍋 還會去吃在地人雞推的 塔香皮蛋肉醬麵 還有一間在一中 大排常常的拉絲酸奶 這幾天都是近期 在網路上非常夯的美食 這次就要一次吃八間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第一間吧 GO 第一間我們就來到奢客咖啡 這間咖啡廳真的很特別 它是開在廟宇下面 村民也要喝咖啡 它還是台灣第一家的 快捷便利咖啡 它有單日常鮮無限享用 七天無限享用 跟三十天無限享用 每天都需要咖啡來補充能量的人 就非常適合 你進來就可以看到好多大公仔 翠希 小說超愛看他的 美食這裡面還有擺放全台獨家的 樂意通全球限量的公仔喔 如果你是樂意通名 一定要來這裡打卡拍照 幫我們搬回家 他們的咖啡很便宜耶 真的都不超過一百塊 這裡也有貝果 可能大的肉櫃有感覺 當早餐吃也會有飽足感 另外跟大家講一下 訂閱制的咖啡 跟美式咖啡比較不一樣 訂閱制他們有自己手沖的咖啡 有不同的口味 像是這個是樂帶水果 那也有經典堅果的口味 我們這次是買單日訂閱制 是99塊 就是可以無限喝到飽 因為是訂閱制咖啡的關係 杯子就要再另外買 建議大家享應環保 自己帶杯子來喝 嗯 我的這個其實蠻苦的 對 我的也很苦耶 這也很苦 對啊 跟人生一樣 喝不下去 我覺得有點偏苦 所以不是我的菜 就是它的苦是會回甘的 雖然不是不好喝的那種 沒有凸顯出它上面說的風味 這杯加奶球之後變得很好喝耶 可是對於不習慣加奶球的 就是比較捨啊 我們的彩虹蛋糕上桌了 雞彩繽紛耶 可以吃一口囉 我有點意外 其實蠻好吃的耶 看到它的奇材 冰中我還想說都是色素 感覺就不是很好吃 是乳酪蛋糕 而且是重乳酪蛋糕那種 我覺得重感冒 所以講話有一點鼻音 它是蠻濃郁的乳酪蛋糕 蠻好吃的 它不是那種吃下去會夾夾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盤子超可愛的 是雲朵造型的耶 店店很棒 是你不只上班前 可以來這裡喝杯咖啡 你下班之後 也可以來這裡喝杯啤酒 放鬆一下 不喝酒的話 其實也有氣泡飲 這間店名超可愛的 它叫榴槤麵 很像是裡面加什麼榴槤 原來是要讓人家吃了榴槤旺凡 今天是連在店都很推薦 皮蛋控一定要來吃的招牌料理 就是塔香皮蛋肉醬麵跟三色飯 這兩個裡面都有以皮蛋入菜 我們今天平日來就人超多的 我們今天賣這一間飯 到現在用餐過了一個小時 對 然後心理準備就是要等一下 我們的餐點上做了 我們這是三色飯 一個是塔香皮蛋肉醬麵 它最辣的就是裡面有 它自製的皮蛋醬 還有滷肉醬 辣肉醬 然後就說這三個醬 全部拌在一起就是 神仙族的美味 它皮蛋真的是給的超級多的耶 剛才在淋那個皮蛋真的是不手軟 三色飯超好吃的 肉燥香很香 吃起來像是 泰式打拋豬的肉醬 皮蛋也有入味 可是這個是會辣的 建議比較敢吃辣的人在點 它的麵真的比較辣一點 就是因為它的醬真的太好吃了 吃看他們的皮蛋 吃看他們的皮蛋 真的超Q的耶 而且裡面的蛋黃很香 幾乎沒有心味 吃到最底下 九層塔是普代碗的最下面 這一整碗吃到最後 香氣還是很足 旁邊有放一些醬料 像他們自製的辣油 也有另外翻售他們的辣麵醬 因為我們剛剛加點了一碗 絲瓜可麗麵 好鮮喔 絲瓜可麗麵的麵條 不會像皮蛋的 軟軟 吃得出來那種Q彈的感覺 這碗是有非常鮮甜的絲瓜 這也真的好吃 現在為大家播報一則新聞 海中突發特大好雨 請民眾賣出小事 中壓越大了 中壓越大了 這一間是一中非常有名的 後老大雞排 招牌就是他們的雞排是比臉還大 這間比較厲害的是 現在有米奇掛包 不用到提起 你就可以吃到米奇掛包耶 拿到我們的米奇掛包了 掛包裡面的雞排 可以選擇雞排跟雞塊 我們是選擇雞排 而且79塊再加蒸奶 蒸奶只要35味 而且它雞排顏色超漂亮 超好吃 看來肉是軟嫩的那種肉 雖然沒有到多汁 但是我覺得淋上蜂蜜芥膜 這樣很刷除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我本來對它的期望其實沒有很高 它應該只是可愛而已 這個比迪士尼的還好吃吧 應該有吧 看它們的蒸奶 真的超值得 而且真的很好喝耶 奶香味很重 珍珠是黑糖味很香濃 QQ彈彈 超好喝 外面賣一定要賣90塊 現在它才剛營業9分鐘 就大拍長紅 真的超誇張 我是原味 它的是芒果 都是80塊 我覺得算很便宜耶 再次能買一個優格 其實就不便宜 然後裡面又沒有什麼水果 這真的超大一碗 水果種類滿多的 至少有五種以上吧 它的水果都很甜耶 裡面還有很多的波波球 真的覺得裡面爆開 嗶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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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球是好吃的耶 就不會很假的感覺 那個小朋友吃也會很喜歡耶 我覺得夏天吃這個很清爽 甜度也不會過高 滿剛好的 以外食主來說 吃一碗這個其實滿健康的 它不是只是噱頭而已 它是真的好吃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一個 在韓國非常有名的米熱狗 現在在台中終於也吃得到啦 它就叫做明朗熱狗 它的店外觀 其實很有疫苗來到韓國的感覺 熱狗居然有這七種 不同的起司的包法 我們是點11號 馬鈴薯熱狗 它可以自己加醬耶 它超多種醬料的 它這邊有調味料的搭配 最好吃的吃法 外面布滿滿滿的馬鈴薯 然後我們剛剛有撒糖粉 感覺很好吃耶 它超髒的 天啊 超髒的 好吃 下面1 3 四德式香腸 最近大廈真的要加糖粉 吃起來鹹鹹甜甜的 很像甜甜圈裡面有滿滿的起司 然後又可以吃到熱狗的感覺 這樣子裡面的花樣磚鑽鍋 欸 現在還沒到晚餐時間 裡面已經全部都是人了 超車的 現在才4點耶 然後我們入座呢 它199的方案都是組合肉 那299開始是原肉 所以我們都是點299的方案 其實199那個也滿划算 它的湯底很棒耶 我點的是原味 很鮮甜的柴魚味 我點的是要三國 要再另外加價30元 嗯 要三國也很濃耶 其實湯底真的滿重要的 我覺得一開始喝到湯底 就覺得喔 可以了 看到食材在上面一直轉了轉 其實很療癒 在旋轉的種類真的好多 盤子上面的食材 它就只放一個 而且它麵的種類很多耶 有燒 削 麵 冬粉 寬粉 意麵 雞絲 麵跟王子麵 它有蒸籽麵 超多種 就是你在火鍋店吃到的火鍋料 幾乎都有 肉片其實切得也很剛好 算個3秒就會熟 它給的雞肉滿多的 很可愛耶 它很可愛耶 它很可愛的耶 它有會主要嗎 拜託 這是內視率最高的就是它有自助吧 以前沒有吃到麻辣鴨也滿可惜的 這裡還有沙茶肉片 這感覺料很豐富耶 這個配飯感覺很讚耶 粉店必吃的交換順土 瓜子肉 這抽度有在高耶 白飯也是吃到飽的 醬料種類也好多 飲料跟冰淇淋 這很好吃喔 彩色的麵包 這裡有他們的口味 這個吃到飽的價錢真的超可以的 可以吃超飽 很划算 超划 而且我覺得很好吃 你們有吃過自燒鮭魚 但是你們有吃過自燒雞肉 但是你們有吃過自燒豆花嗎 之前會爆紅的原因是因為它的豆花可以無限式 喔 超飽心的 今天要吃的就是這個烤豆花 可以選三種料 料選擇也滿多的 如果加一個配料的話就是加10塊 白色蒜豆花就有像是這些湯底可以選 我覺得它的湯底也滿特別的 下面有冬田樂樂的燒鮮草 或是紅豆湯可以點 限量烤豆花是沒有湯底的 它是有點像炙燒的那種感覺 如果你的烤豆花再加湯的話 是可以加黑糖的湯底的 30塊吃到飽很誇張耶 這是什麼佛心店家 選了仙草丼跟花生 還有黑糖烘粿 烘粿居然還有兩個口味 有黑糖跟原味烘粿 而且它的料真的給的也很多耶 因為它在炙燒的過程 它的糖灑超級多 就是一層一層慢慢炙燒上去 欸 很好吃耶 我覺得不會很甜 吃起來就跟烤布蕾一樣 可是它就是多了豆花香 仙草跟我一般吃過的仙草完全不一樣 吃起來就像仙草果凍 比較Q不會暖暖的那種仙草 超好吃 它的配料都很有水準 就變成我第一名的豆花店 欸 我很怕自己撥出去之後會買不到 因為它是每日限量的耶 這碗超完美的 如果1到10分 我覺得它有11分 對 它真的有11分耶 撥出來的那一分 是因為我現在找不到 有誰比它還要更好吃的 最後一間我們要來吃一款 非常夢幻的冰淇淋 它這間叫康蜜 它就隱藏在文型秀泰的B1喔 一下到B1就可以看到它的店外觀超可愛的 是粉紅色的造型耶 它不只有冰淇淋 還有很多款超萌造型的棉花糖 然後它現在也有夏天限定的 色香捲捲棉花冰 然後到9月10號而已 上去的時候大家就吃不到了 好 不敢吃 就是要吃這個 第一次看到冰淇淋外面是包棉花糖 好甜喔 很開心喔 這個你要一個湯匙 很好吃喔 我只是去拿一個湯匙 它臉就充滿信物養的 好甜喔 冰淇淋沒有炸餅乾碎片 那種甜筒的碎屑 很好吃耶 這小朋友會超喜歡耶 不行 大人也會很喜歡 我也好喜歡 我是小朋友 它骨骰真的用得很好 然後香草的冰淇淋不會很甜 香草也很香 但是一般的冰淇淋一直只要100 如果是口味香草的冰淇淋買兩隻 是160會比較便宜 雖然它是很吸睛 可是我以為它長這樣子 就有是它冰淇淋的質感 它好好吃喔 怎麼辦 吃買給小朋友或是女朋友 他們應該都會很開心 心花怒放那種感覺 用這個來理錯嗎 我願意當你女朋友 又來 來到我們的大香鍋超可愛 火塑我在融化當中 我要直接把它摧毀 嗯 就是棉花糖 融化速度超快 我覺得需要救一下 趕快先把這個棉花糖吃完 耶 我們終於吃完 海中八間最近爆紅的美食了 今天吃了一整天下來 其實我覺得很幸福 因為每一天真的都很有特色 也都超級好吃 尤其是剛吃到的最後一間 棉花糖冰淇淋 是真的讓我非常非常非常無敵驚艷 它真的很好吃耶 最近吃太多 一國來台灣的食物都讓我為食了 但我覺得這個熱狗其實有嚇到我 對 熱狗是真的很有特色 再來讓我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就是塔香脂干肉醬麵 哇 那個辣度我真的很滿意 要不是我今天趕泡 我辣真的是直接給它多加計吃 對 一碗麵再加它的絲瓜蛤蜊 超幸福耶 我覺得今天這幾天都滿棒的 大家來台中 也可以把它安排到行程裡面去吃喔 對 一定要把它收進你們的口袋名單 真的每一天都很好吃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分享開啟啦 還想看我們拍什麼樣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留言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